小姐 邓姐 你来得正好 这些衣服我不带了 反正以后也用不着 你帮我处理掉吧 能给的给 能卖就卖了吧 记得把卖出去的钱 给我妈送过去 多少帮她姐姐预点债务 小姐 金太太正好来了 就在客厅坐着等您呢 不过 我看她神经气爽的样子 不像是签那么多赌债啊 赵丽 听说你要出远门 收拾东西呢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 夜大早捡了宝了这么高兴 昨天还被赌债逼成那样 怎么今天就 比捡到宝还高兴呢 解决了 真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 难不成你昨天晚上赚了把大的 就回本了 哪有钱翻本啊 我要是有钱的呀 不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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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再也不敢了 赵丽啊 你一大早让人把支票送来 我就到银行兑换了 把那赌债全还上了 我发誓以后不赌了 坚决不赌了 妈 你一大清早没睡醒吧 什么钱啊 谁拿支票给你了 赵丽啊 妈知道你是刀子嘴 豆腐心 你是不忍心让人追着妈打 对了 我留了一些钱 平时生活用 剩下的钱全还给你 你是百乐门的红牌 这红牌哪能没有钱呢 你说是吧 拿着 等等 妈 你跟我说实话 这些钱到底哪儿来的 你男人啊 什么男人啊 他 他倒是没来 他让他的司机送来的 那个人 那个人我认识 叫小楚 小楚 对 妈 你收了郭董的钱 不是 不是你让他送来的吗 我没有 不是我 你说你 你怎么能伸手要别人的钱呢 你让我这个人情怎么还 我 我不知道啊 这这 我 但 我要是知道 我 妈 您今天笑得特别漂亮 我带相机了 我给您拍下来好吗 还拍呀 还嫌你的墙挤得不够满啊 给爹地拍几张吧 下次金融杂志采访你爹地的时候 用你亲手拍的照片 拍几张 拍好了给月融寄过去 你那么想月融啊 赶快把这手续给办了 还来得及跟月融一起过去 你 你不是说 最近很满意月融的表现 暂时不急着送她出国吗 好 来 这顿饭呢 就当是你妈妈和我给你送行的 你看你把儿子吓得 就好像明天要走似的 再来 你呀 是我们盛家的希望 别嫌爸爸平时对你太严 作为一个男人呢 对父母 对家庭都有责任 我明白 爸 妈 谢谢你们平时对月融的包容 好 来 我 来 来 我 来 我 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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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生我的气了吗 你已经知道我要离开的事了 对了 你想要留住我 却找不到更好的理由 于是你就想了一个庸俗的办法 想用一大笔钱牵绊住我 我说得没错吧 赵琳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懂吗 你明知道我的个性 却让小楚拿了一大笔钱 帮我妈还清了赌债 我没有 你就是 是 你就是想道歉 我真的没有啊 郭世红 你问我欠你的已经多到我还不清了 你真的需要这么做吗 你听我说 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你的意思好像是我郭世红 对你使了卑鄙的手段是 是 我心里就是这么讲的 我也不想这么想 我更不想你亲手毁了 你在我心目中的位置 我真的很心疼 而且很遗憾 赵琳 你不要再解释了 你不要再解释了 到底怎么回事 世红 世红 董事长 你怎么了 董事长 世红 小楚 你快去开车 好 世红 你怎么了 世红 世红 你的票呢 好 好 卖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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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去 卖爆了 卖爆了 来 买一份 卖爆了 卖爆了 美女 人 卖爆了 卖爆了 我求求你 起来起来起来 快起来快起来 起来 你一定要救我的 我的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金小姐 好的 金小姐 院长 董事长现在的情况 子弹伤及胸腔和大肚脉 我们决定紧急手术 手术还在准备 我会亲自主导 金离救郭先生 拜托 就这样啊 谢谢 加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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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急 走啊 走啊 来 跑了对方 跑了对方 别拉一下 我们两个人在靠 可以啊 快点 快点 你们快点啊 等等 等等 盛月如 什么事 我以为你跟赵立约好不见不散 看样子你打算自己先走了 我告诉了他 如果他不来我一个人照样走 也许我一辈子也不会回来 任性妄为 你就是个孩子 哪儿都别想走 送你回家 你放开我 你干什么 你想不想知道赵立为什么失约 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失约 一条人命够不够 郭世红被枪杀 现在有生命危险 我不是很清楚 有人在街上宠我们董事长开黑枪 但我确实不知道那些人是谁啊 我一接到这个消息啊 脑袋都大了 到底会是什么人干的呢 还有别的吗 董事长上午去上班的时候 还是很正常的 我们董事长一直都是老老实实做生意的 这 到底有没有什么仇人 我还真的不知道啊 他最近得罪过什么人吗 这个 我们真的不清楚 好 谢谢 不客气 说对 是 我知道 我知道开枪的凶手是谁 我要告诉警察实情 是我害了他 是我害了他 如果你现在去告诉警方 那才是真正害了他 是红一直清清白白地做生意 从不跟任何人结怨 这就是实情 警方怀疑董事长被枪击 可能跟上回金小姐 被绑架的案子有关 没错 没错 她一辈子清清白白做人 她不会跟黑大有任何前列 是我 又不是因为我 你为她向御院长下跪 她为你付出什么 都是心甘情入口 可是我就不要她为我付出性命 一定不能放过凶手 一定不能放过凶手 金小姐 金小姐 我们现在除了要救董事长的性命 更要保住董事长的名誉啊 千万不能让警方知道 你在案发现场 你在案发现场 难道 难道就让凶手逍遥发外吗 整件事情 都是金照亮引起的 何不就让金照亮去对付凶手 赵丽一向最讲情谊 如果你真的爱她 你就应该体谅她 她再不可能走了 更何况郭志红是为了救她 才惹祸上身的 是赵丽养你来的吗 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你们两个私奔 你知道这背后付出的代价 会有多大 只要能够跟赵丽在一起 付出一切代价都是值得的 你凭什么 就凭你这个矛头小的 你搞清楚 离开你父亲的羽衣 你什么都不是 你根本没有能力养活自己 你的才华 你的艺术不能当饭吃 最终只会拖累赵丽 这不关你的事 当然关我的事 你即将拖累的是我的妹妹 我不许任何人这么对她 是不是要打一架 才能证明我的能力 你来啊 你别不知死我 要不是赵丽有交代 我早就动手把你打趴下了 我没行功夫给你啰嗦 赵丽交代的事情我得照办 就算你跑到天涯海角 我也要把你抓回来 我已经走出盛家的大门 我不可能再回头 闯祸的孩子 没脸见你父母 你先听我的 回去先上课 就当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你父母不会知道的 请求你 活摄 还是要不要 快点 быстро 知道,是什么 我去知道 你不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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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院长 郁院长 我跟你说啊 手术很成功 在观察二十四小时之后啊 董事长会脱离危险 我去告诉董事长夫人 好好好 你呀 跟我女儿凯伦一样 遇到事不管是高兴还是难受 先哭一鼻子再说 好了好了 真是个孩子 对不起 我又失胎了 没关系 医生不光给病人治病 还要实时安抚病人 你看 又哭了 我就觉得我这十小时手术值了 郁院长 好 谢谢你 谢谢你 我现在能进去看她吗 可以 一会儿我让护士安排 好不好 我还有事情 我失陪了 不用谢 对不起 对不起 请不要打扰郭先生 对不起 郭太太 靳小姐手术完成了吗 手工怎么样 医院长刚刚走 说手术很成功 已经脱离危险了 谢天谢地 谢天谢地 那她清醒了吗 我们现在可以见她了吗 患者已经转往恢复室 不过不允许太多人进去 你们可以轮流进去看她 郭太太 快 还是金小姐先进去吧 我相信施红清醒的时候 希望握住的是你的手 郭太太 这怎么可以呢 警方也正在等董事长清醒 随时都会派人来调查的 还有那些记者 我看金小姐 我看金小姐还是回避一下 你的身份太敏感了 有什么好敏感的 对于我 对于施红来说 金小姐是自己人 走 不好 郭太太 您还是先进去吧 外面去世人太多了 我一会儿再见 金小姐 谢谢你及时救了世红 我希望从今以后 你永远留在她的身边 董事长夫人 我们走吧 你看我们看吗 我们看下午睡觉 快点儿 你会儿跟女儿 我们看下午睡觉 我也跟着 artist 你先去后走 你先去后转啊 干一下午睡觉 我们坐下午睡觉 你别打 谢谢 你们坐下午睡觉 好 谢谢 妈 我 节奏 对 哥 你见到月柔了吗 我亲自送她去学校了 应该说是我要她去的 那小子根本就是含着金汤勺 为燕窝长大的 完全不懂得人间疾苦 一听说你十月 根本不像个男人 不 月柔他只是感情丰富而已 感情丰富 我可算了吧 一个花天酒地的混蛋 根本不值得你放在心上 他不是我的客人 也不是你心里没想象的花花公子 你不认识我 你不是一直鼓励我 要我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吗 就凭他 你要真的跟他我能放心吗 别说我 就连医院躺的那个人 他能同意吗 没错 这些年 我确实看多了 到百勒门里面会祸的男人 这么多人里面 也只有侍红是不一般的 他碰的不是舞女 而是把我像玉观音一样 碰得又高又贵 可是这一枪 狠狠地打在了他的胸口 也打醒了我 要是我跟玉如真的走了 要是我跟玉如真的走了 我就背着 欠着他太多的情 就算是做梦 我也会被内疚痛心 你自己选择吧 谁叫你是我妹妹 就算我不同意 也还是会支持你 选择我早就做好了 选择我早就做好了 而且 我还有一个非留下不可的理由 这一枪侍红是为我挨的 而且我敢肯定 这个凶手 跟上次绑架我的是同一伙人 不 这事跟你无关 绑架你的人是为了要杀我 郭侍红那一枪是我欠他的 我知道凶手是谁 我会替他报仇 只要你一天还在黑帮 这会继续渊渊相报 阿哥你还不明白吗 你和我早就拴在一起了 而且还会连累我们身边的人 一个一个被拖下水 到最后 大家都不会有好结果 上了这条不归笼 我很难全身而退 对 先解决眼前的事情吧 好好地照顾郭侍红 至于那小子 先别管他 你只有一颗心 还想分开几个人呢 少爷离家出走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 你为什么拖到现在才说呀 对不起 夫人 我 太太 少爷的房间都看了吗 看了 怎么样 东西都没少 只是墙上太太的照片没有了 那一定是少爷舍不得太太 所以呀 拿着太太这些照片做纪念 你现在倒聪明了 早发现少爷有什么异常 怎么不早说呀 那是老爷雇的私家侦探 要刻意隐瞒的呀 好了好了 现在还说这些干什么 快找啊 是 快去 妈 你 你吓死妈妈了 怎么了 你知道妈妈有多担心吗 妈妈还以为 真的要失去你了呢 怎么 你们 就这个老许胡说八道 说你离家出走了 我早上要接你上学 可是你一直没下来 所以我就到你房间去找你 看你也没在房间 后来我一到学校去找你 也没找着 好 所以我才 月如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 你说呀 妈 您别胡思乱想 昨天一整夜没睡好 有点失眠 所以我就想 一早就去学校图书馆里面问书 没什么离家不离家的 没事没事 害得妈妈虚惊一场啊 不对 不对呀 别 妈 你别打 你去学校图书馆 带着妈妈的照片干嘛 这不合常理呀 到底发生了什么 怎么了 不哭不哭 什么都不怕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 跟妈妈说实话 妈妈给你做主啊 不哭不哭 没事 没事 我哭 我只是看见你 你这么关心我 我就很感动 妈 没事的 妈 这相片 我原本要帮她表一个相框 原来是这样啊 我说嘛 家里有吃有喝的 干嘛要离家出走啊 你呀 以后别听风就是雨 害得太太担心 好了 不要再说了 你们俩记着 这件事千万不要告诉老爷 什么事都没发生 这就是好 记住了吗 去 免得大清小怪的 你们俩去吧 好 好 不怕啊 乖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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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找你个禽兽呢 我不知道 不说我一枪打死你 说 这是个拍照的 我什么都不知道 金哥 小心 赵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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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前一步 他就死定了 你也死定了 那你开枪啊 你看啊 有这么个美女陪着 死了也值得 除了挟持女人 安定放冷枪 你这个人渣 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的 只要我劫持了金兆丽 你就得乖乖地听我这个人渣的摆布 大不了我们三个同归于尽 那你来呀 你也舍不得他死啊 你也舍不得他死啊 金国的报警 那是他小的找死 可惜你他手下跟你一样都是废物 光世红还活着 那是他的狗命大 我跟他的仗 就算扯平了 但也轮不到你追杀我 只要你一天不死 我就追杀你到底 照顾着力 金哥 赵丽 赵丽 金哥 这残废耍诈 根本不是赵丽 我真笨 赵丽现在应该在医院里头啊 把她弄醒了送她回去 金哥 要知道这女人是和她们一伙的 现在就这么放了她 太便宜她了 我不是自怨的 我是被逼的 你看他们把我打的 金哥 我不管 我不放 听我的 我们跟那个人渣不一样 别欺负女人 金哥 金哥 我 起来 起来 世红 世红你醒了 世红 你终于醒过来了 世红 世红你放心吧 你没事了啊 医院长说 只要你能清醒过来 你就算度过危险期了 世红你放心 你没事了啊 我会永远陪着你的 董事长 他很好已经脱离危险了 董事长 你 你是郭董事长公司的员工吗 嗯 嗯 郭董事长他是个好人 上天一定会保佑好人的 请问 你是 请问你就是思静吧 嗯 我在我哥的皮夹里 见过你的照片 那张照片好像感觉 你也是跳舞的 那个时候的你 跟现在也很像 你们公司的员工 都对老板这么好吗 都跟你一样 祈求天主保佑他 我这辈子 对我最好的人 就是郭董事长 和赵亮哥了 但我其实都明白 我这都是沾了金小姐的光 因为我和你一样都会跳舞 我听董事长以前提起过你 跟赵亮哥一样 每次提起你的时候 就好像提到心中的巨星一样 巨星 你看我像吗 我挺希望像你的 不 我 你千万别想我 其实 其实我早就已经见过你了 我有一次还跟踪过你呢 正好那次被我遇到 一个很胖的男人 拿着房契向你求婚呢 你看到了吧 那才是我的真面目 在舞厅里面 都是各取所需的血腥世界 不得不张牙舞爪 不管什么样的男人 遇上我们这些狐狸精 都不得不被生吞活泼 甚至 连一滴血都不会流下 不 我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 我跟他们是一样的 甚至 连性命都快赔上了 郭董就是因为我在 我觉得你的内心 比你的外表还美 再多的封尘 也掩盖不住真正的你 对了 我还没来得及去买花 就赶过来了 这张卡片就麻烦你 帮我转交给董事长 我会继续祈求上天 保佑他早日康复的 哦 等等 四季 我觉得 你才是我哥 不能辜负的好女孩 你爱我哥吗 我已经认定他了 太好了 那我哥有救了 他一直以为他有病 不会有未来 你已经是他活下去的希望 你一定要在他身边鼓励他 让他不能放弃生命 好吗 香烟 快香烟里 香烟 鸭先生 呆呆在里面吗 好 在里面 对不起啊 好 来 走走 那五老虎今天一整天都在找我 他居然连你的名字都知道了 是我打电话告诉他的 不知道我的名字 房子怎么过不到我的名下 你可真是一个 要钱不用命的女人啊 先到化妆间去躲一下 我挡一挡啊 去啦 快快快快 今天真是倒霉啊 母老虎都跑出来了 我就是九天瑶女白虎心转世 专制母夜叉 别别别 你就是潘太太吧 我们通过电话 你就是勾引我老公的狐狸精 这儿就是狐狸窝了 潘太太既然来了 有事就慢慢谈吧 你以为老潘生来就是开金库的 他到这儿花天酒地的钱 都是我娘家的 他名下只有烧给死人的纸钱 只要是钱管他是死的还是活的 老潘说了就得算话 就是死了也不能赖账 臭婊子 你们偷着搞还不够 居然还想金屋藏你这妖孽 我今天非把你们这队贱男贱女 送到警察局 把这个狐狸精剥光了 让他信刑 上 你们干什么 放开 让开 放开啊 放开啊 放手啊 你们想干什么 放手啊 别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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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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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勒门果然是名不虚传的大营窟 勾魂的妖精 一个比一个道很高啊 刚才潘太太说 要送这队肩负淫妇去警察局 这半天了 我怎么就没有见到 那个主兄潘老板人呢 你有本事把那脑肿 搜出来 我就主兄帮兄 一块儿带走 既然潘太太知道 他们已经行凶了 那就直接送到警察局 处理好了 但是百勒门的人 你绝对带不走 以百勒门 传门害人坑前 哪个男人进了这里 你能脱身哪 那老潘龟孙子 缩得连龟影子都不见了 走 出来 瞧瞧 这龟孙子是不是你们家老潘 这一看啊 就是刚从那一库堆里爬出来的 这一身的骚味儿啊 潘老板 大家来百勒门都是来寻开心的 谁愿有事没事在这儿丢人现眼呢 今天哪这警报还是不报 全都是您说了算了 别闹了 别闹了 回家 事情闹大了可不好收拾 那我就收拾给你看 把把手抖开 快 都收回来 你